乱谈阿翔与浩子首度搭档主持台语音乐节目台湾金颂 公事提供大纪元2019年3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正一分台北报道金曲歌王乱谈阿翔与浩子首度搭档主持台语音乐节目台湾金颂 为此练唱诸葛亮歌听秀天天开心小甜甜等歌两人18日出席媒体查续展现幽默感 浩子笑说这个节目见证了一个谐心的诞生一个巨星的崩解 该节目融合音乐与综艺节目相台与歌重新改编打造出新风貌 乱谈阿翔表示一度不敢接下主持棒因为有浩子在才敢点头怀抱音乐梦接下节目的浩子 啊终于主持到一个节目可以让我认真唱歌还期许未来能邀请500来上节目 乱谈阿翔与浩子首度搭档主持台语音乐节目台湾金颂 公式提供两人长级性演出不照节目排程走让摄影来不及跟上热怒现场导播 节目只录一记就换了四个导播浩子笑说打破台湾节目史记录不小心当成外景节目在录 站在原地太久如果没走一走会慌 两人搭肩受访搞笑组团浩脚乱响起音乐风格走妙口风 笑称共同点是不喜欢有太多工作 被问到觉得浩子的歌声如何乱谈阿翔认为外界对他的印象都停留在 主持人的身份称赞他 其实浩子的音准很好 其实很有歌唱功力 责任编辑心又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